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种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所讲的 在改革中的传统我们称第二种为有效的恩赵 恩赵 就好像传统的国家 皇帝发一个圣旨到农村 要造一个秀才或者造一个女子进宫 你谁敢违背皇帝的圣旨呢 所以同样的神的呼召是神的圣旨 是有效的 是大能有力的 神的呼召出去 结果就是人被召进到他的皇宫 进到他的救恩里的 这叫有效的恩赵 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呢 就是弟兄姐妹喜欢讨论的 究竟神有没有呼召 我去进神学院啊 做传道人啊 做牧师 做宣教师等等 虽然这个题目跟罗马书第八章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毕竟是弟兄姐妹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 不但是解读圣经 也解读读经者 我们弟兄姐妹 神创造人的时候 神给人三方面的呼召 第一方面是婚姻 家庭 要生养众多 偏满全地 第二 有工作或者文化社会的呼召 要管理海里的鱼 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 意念园要修理 要看守等等 第三是敬拜安息的呼召 所以从神创造人类以来 我们的家庭 工作 社会 所谓灵命 就是敬拜和安息 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 或者说都是属灵的 都是神的呼召 所以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来 马丁路德 加尔文等等 这些重要的改教家都认为 基督徒每一种的职业 除了那些明明是犯罪的职业以外 都是呼召 呼召这个字 拉丁文是 Voca V-O-C-A V-O-C-A 呼召 大家知道英文 职业这个字是 Vocation 就是刚才所说的 Voca V-O-C-A 后面多加一个T-I-O-N 加起来是Vocation V-O-C-A T-I-O-N 所以每一种的职业都是神所护照的 不仅仅是传道 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 工作 还有我们的敬拜 灵命 都是神的护照 神怎么护照一个人呢 一般来说 用诸般的带领 特别是属灵的恩赐和教会的认可 神的护照和人的回应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那这里呢 我又要跟传统的 属灵的爱主的弟兄姐妹跟教会长辈 有一种爱心的交流 是的 很多时候 神的护照来到一个弟兄姐妹 往往是没有太大的选择 经过挣扎 在神面前祷告 顺服 顺服下来 把自己奉献给主之后 又有一段的挣扎 神安排装备或者侍奉的道路 五十年 差不多一百年来 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徒走上这种顺服 包括受苦的道路 今天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 神怎么护照呢 那我们绝对没有意思说 神的真理改变 我只是说 神这个护照 这个真理呢 在不同的情况是有不同的应用的 大白说 过去的五十一百年 很多时候基督徒走上跟随主 做传道的事工的道路的时候 明明知道你选择了这条路 是自己甘心选择放下一切跟随主 所以宁愿眼泪往里面流 还是仰望十字架 我们都听过 经历过这些荣耀的见证 二十一世纪来了 中国都市化 神的护照好像不像昨天 不像一九六十年代这样子的来到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回应神的护照 比在一种受逼迫的情况 回应神的护照更困难 更难分辨 因为现在往往我们是有选择的 我们应当一种学徒制的装备呢 还是非正式的圣经学院的装备呢 还是正规的神学院的装备呢 还是出国呢 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 某一些弟兄姐妹已经有条件可以在不同的装备方式 或者是不同的侍奉模式中做出选择了 那神的带领不一样 有些人有所选择 有些弟兄姐妹没有选择到 你求神 他就给你关了九十九扇门 最后第一百扇开了 你就顺服地走进去 但是神在某一些弟兄姐妹身上的带领 是给你同时开了三扇门或者五道门 那你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神在我们身上了 刚才我们读到第二十九节 一定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的 我们读哈 二十九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那这里有一个不变的原则 不论我们是在面对逼迫的时代 或者面对各种选择的时代 神在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的计划 有一件事情 不变的就是 神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 他儿子的模样 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七节说 神是按照我们的名字呼召我们的 神也按照他的名字呼召我们的 什么叫做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名字就是代表我 就是代表那个真我 就是代表神要我活出那个真我 就是代表当我真正效法 他儿子的模样的时候 当主耶稣真的做我的长子 做我的长兄 我效法他 像他 那个模样就是神 要我效法他 这个就是我的名字 圣经说我们是按照这个名字被造的 好 所以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要问神啊 你要我怎么样效法主耶稣基督 你要我怎么样做一个长期 让你用的仆人 你要我怎么样走 我才能够有效的 在你的葡萄园里面 耕耘服侍你 宣讲你的道路 那很多时候呢 神要我们做出一些的决定 经过祷告 挣扎顺服 顺服下来 我们做了这个选择 可能神会再修改 再更改我们的道路 没有问题 这个是顺服的大原则 本来就是应当如此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要做一些选择的 不过请不要忘记 神的旨意肯定是要我们效法 主耶稣基督的模样 好 我们再来看第28到30节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知道 圣灵是赐那个得救确确的灵 在我们心中 圣灵又会在我们心中 用叹息来为我们祷告 圣灵又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 这里告诉我们 圣灵乃是呼召我们的 讲了这么多 关于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保罗最后告诉我们 是的 我们是蒙照的 什么叫蒙照呢 就是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 他预先定下一些 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 也就是他的选民 神的预定不是根据他的预知 不是说神预先知道 看到了哪些人将来要结束 主耶稣做他们救主的 所以既然看到他们的信心 就预定他们 不是的 这种的说法就把神的预知 所谓预定的条件 也把神的 对不起 也把人的信心 说成好像有功劳的事情 让神看见 预先知道 而拣选他们 不是的 我宁愿说预知这个 知道这个字 认识 知道这个字呢 就好像从旧约 创世纪第四章开始 亚当知道夏娃 亚当认识夏娃 结果是该演出生了 知道认识 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神预知 就是神预爱的意思 神预爱的人 预先专爱的 神的爱不是泛泛的爱 是专门的爱 专一的爱 就好像丈夫爱妻子 这种的爱 神所专爱的 预爱的人 就预先定 预定了他们 预定的人呢 三十节 就互照 预定的人 主耶稣基督 为他们死 为他们复活 然后又照他们来 什么叫做照 刚才我们说 这个叫做有效的恩照 今天基督徒 福音派的 喜欢用一个词 是多年来 宗教改革 清教徒时期 不常用的 我们喜欢用 重生 这个词 某某人重生了 某某人 上一期信主 重生得救了 我们的意思是说 某某人信主了 那个重生 只不过是信心的 一个代名词而已 但是 在加尔文跟 清教徒时期 他们喜欢用 罗马书第八章 这里所用的 呼召这个词 什么叫呼召 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第九节 说神是信使的 神呼召我们 与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 同得分 就是神呼召我们 进入到 在基督里的 父神预定 祂的选民 圣子在十字架 和复活上 为这些选民 成就了救赎 好 父所预定的 圣子所成就的 现在圣灵 要施行 这个已经成就的救赎 给神的选民 圣灵所做的工作 就是呼召 什么是呼召呢 就是父神 用祂的大能的道 神的话语 好像圣子一样 临到一个 我们微小的人 结果就是 我们被造了 就好像当时的秀才 女孩子就被造 进到皇宫一样 我们就被造了 那这里说呢 预先造 对不起 预先所定下的 又造他们来 所造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造来的 称他们为义 那你说 不是因信称义吗 是的 弟兄姐妹 就是如此 没有错 称义是因信 所以呢 所造来的人 神就赐他们信心 好 叫称他们为义 好 我们还没有说这个造 呼召包括什么 魏敏斯的信仰告白 讲到呼召的时候呢 就好像我们今天 后期的改革中人士 所呼召和重生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三件事情 呼召就是圣灵与神的话 同工 第一 开启人的思想 叫人看到福音的真理 看到神的慈悲怜悯 看到自己的 世上危险的状态 看见我们的心的眼开了 这个呼召的第一方面 第二 第二呢 就是神 以祂的大能 克服 改变 我们的意志 好叫我们从 以前的不愿意 到今天的愿意 愿意 悔改 顺服 信主 我再说 呼召就是 开启我们的心思 然后呢 克服我们的意志 第三就是 改变我们的愿望 好像我们喜爱 来到神的面前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我们 甘心情愿的 我们的意志 既然被改变了 接着 呼召跟重生 或者接着呼召呢 改变了 我们的心思改变 我们的价值观改变 我们的意志改变 我们愿意 可慕神的事情 结果呢 我们甘心情愿的 来信靠 耶稣基督 祂的宝学 认罪悔改 结果神 看我们的信心 就因信 称我们为义 所以呼召乃是 从圣灵的工作 这个角度来看 神怎么把 耶稣基督 所成就的救恩 赐给我们 神怎么救我们 从神的角度来看 呼召来的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 又叫他们的荣耀 31节 到最后第39节 最后呢 保罗给我们看到 信靠主的人 有这种 必得圣的 这种的安稳 即使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 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 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 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在坐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的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窄的羊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 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神既然称我们为义 宣告罪名不成立 撒旦或者任何的天使和人 就不能再控告我们 谁能控告我们呢 没有了 谁能抵挡我们呢 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 胜过罪 胜过魔鬼 胜过世界 胜过我们的肉体 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 所以虽然我们的情况 条件可能是很困难 有饥饿 失神露体 有逼迫等等 但是基督徒应当过一个满足感恩的生活 满足感恩不是因为我们的物质条件好 坦白说 以前物质条件差的 我们懂得我们懂得依靠主 我们懂得借鉴 好不容易又过一年 现在条件好一点的时候 反而不懂怎么过一种满足的生活 是不是总是要抓更多的物质的享受呢 到了一个地步 有一天我们已经发达到一个地步 地上什么东西都有了 我想未来的中国会越来越多这种的基督徒 到那个日子的时候 要过满足的生活就更困难了 请听我说 当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 我们就越来越不懂得 好像保罗所说的 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我们的条件越好 我们就想要有更多 或者什么都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比我们条件差的人 最多很多时候我们的良心发作 有一种内疚的心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在海外 世界宣明会或者其他的慈善机构 在筹款把一些很可爱又贫穷的孩子们的照片 放个大大的在公共的场所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可怜内疚 弟兄姐妹 不论我们的条件好或者条件差 要就是贪心 要就是内疚 要就是漠不关心 这些都跟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相违背 神要我们过的是单纯的满足的生活 那我说满足感恩 并没有意思说基督徒很满足现状 就没有斗志为福音的缘故 为服事神的缘故 要谋求最有效的服事神长进的道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反过来说 那些为天国谋求大事的 愿意在神面前有斗志 在这个历史的时刻做工的人 假如心里面不是一种感恩满足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与基督徒的爱隔绝 假如我们心底 我们心中灵魂里面不是一个神的爱 是我们满足 不是这种的一个安宁的花园的话 那些充满斗志的 为主做大事的工人们 往往是紧张 竞争 苦独 凭学气行事 结果常常为天国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 神的果 耶稣基督教会充满着没有平安 没有安宁 没有满足的工人 愿二十一世纪的工人 耶稣基督的仆人 是充满着感恩满足 里面的宁静 化为外在的动力 和我们服侍的一种的方向 这些的能力 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 这种经文说 没有人再可以控告我们的 我是谁 不是靠我在教会的头衔 经历地位层次 不是靠比较其他弟兄姐妹 我对外的关系联络得到的好处 这一切都在神面前没有价值 我是谁 在乎 蒙恩的罪人 神的恩典临到我 因此 我懂得不再跟别人比较 我懂得不那么关心 我在人面前的地位 神的恩典既然临到 我就分享祂的恩典 这种满足的生活 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描述的 也就是说 神拯救我们 是要我们充满着祂的恩典 慈爱 好叫我们大能有力地 把祂的恩典的信息传出去 也让祂的恩典和祂的公义 活在贫穷的和有需要的人的圈子里面 在二十一世纪 有需要的 贫穷的 被忽略的人 多的是全世界都有 需要心中满足感恩的基督的工人 加上有道可传 把神的恩典传出去 让我们低头祷告 求天父帮助我们 求天父的恩典充满我们的心 好叫我们过一种 满足喜乐的生活 同时主 祢给我们能力 做基督的精兵 知道虽然有人控告 虽然撒旦在工作 但是我们有盼望 有胆量为主祢作战 因为我们在祢面前 车路敞开的时候 祢就赐能力给我们 愿主保护 使用每一位 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 我们的家人 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们 给我们站起来 说一个有道可传的 满有恩典的教会 满有恩典的 祢的仆人 帮助我们 按照祢的应许 这样子的拓住我们 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猎